然後我們有發起一個 就是拯救他們遺址的連署 目前也是接近五千人 那他們遺址呢 那我們這個粉絲專業 最開始會成立啊 就是因為有一些 就是有在關心台灣史的朋友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其他的民眾 他們就是 對於漢門遺址非常關心 因為大家都知道就是 副縣長認為就是 漢門遺址阻礙了大家的深入 那事實上呢 其實並不是這樣子的 我們希望就是這個遺址呢 可以好好的保存下來 但是同時我們也希望 不要延遇到 那這個部分當然是 政府有關單位要進行努力 才有辦法辦到的事情 因為下雨的關係 我們往後退一點好了 不好意思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大家前來 我們是那個 呃 那像國地遺址 漢門前線的粉絲專業的成員 那我們的成員總共有 就是六千多人 包含粉絲們 那 呃 有花蓮地區的朋友 也有依蘭地區的朋友 那還有一些其他 就是來自台灣各地 關心就是文石活動的人 我們同時也有發起一個點數 那點數接近五千人的 就是想要拯救漢門遺址的點數 那今天這個漢門遺址呢 在台灣是一個少數的 我覺得台灣很少見 因為它是遺址之中 少數就是非常完整的遺址 我們希望可以好好保存下來 去做未來的依蘭跟花蓮的觀光資源 那但是 現在漢門遺址跟蘇花蓮的延檔 好像就是有一些 就是受到一些壓力 那其實蘇花蓮的延檔呢 跟漢門遺址不完全相關 大家都知道 一開始蘇花蓮環平的過程 並不是非常的完整 就是有點倉促 所以導致最後施工的時候 遭遇了很多的困難 那再來是 就是蓋的時候呢 就是難免會有包商倒閉等等 這些都造成他們遺址的 這些都造成蘇花蓮工程的延檔 那把這些延檔的因素 無法偷測的因素都怪測在漢門遺址 我覺得是非常不合理的事情 我們希望呢 就是可以把漢門遺址好好的保存下來 做為未來花蓮跟宜蘭地區發展觀光資源的 一個很好的很好的特色 那那在那在保存的就是需要保存 那現在開花就是已經受到重重阻礙了嘛 那我們希望有關單位呢 能夠就是一起協助啊 正式這件事情 就是進行適度的調整 讓漢門遺址可以盡可能的保存下來 那同時就盡量也不影響到蘇花蓮的統徹 我們現在請那個冷人包藝術家徐清 進行那個遺址的設施的說明 大家好 我是我們漢本前線Facebook的成員之一 我跟大家稍微解釋一下現在這個暗場的狀況 它在 這是公佈種旨給的資料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是一個 這個工地它你們看到的整區 基本上就是漢本遺址的位置 那它裡頭的設施 除了蘇花蓋的橋墩以外 還包含了塵沙池 然後油水分離池 還有機房等等的設施 那這些設施加起來 就大概將近兩千平方公尺左右 我們希望的 我們當然是希望可以 橋墩那些可以移除 但是如果你沒有辦法移開橋墩的話 因為我們知道這跟花蓮人的交通非常有關係 如果你真的沒有辦法做到的話 那是不是這些附屬設施可以調 就是移開它的位置 或是做相關的評估 而不是直接講說 你們趕快把這個東西挖一挖 用最快速度把它挖乾淨以後 我們就要直接施工了 這些都需要 我們都希望 招通部可以給我們一個正式的評估出來 尤其是社會大眾都對這個案子 有這麼的強烈的關注之下 然後 那我們現在請那個 有那個文遲愛好者 林潔妙小姐請發 因為今天那個 田舟警委員有說要前來 但他還在路上 那不然我們先把時間 就是看記者朋友要發文的 聽會員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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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先 他們先回來了 跟大家報告 我在念大學的時候 就有認識劉宜昌老師 那個時候他是我的學弟 我們兩個人參加台大電警隊 我記得那個時候 這個悲難遺址剛發現 他去參與 這個隨著他的老師去參與 悲難遺址的搶救考古 就是在怪手汪絕之下 去搶救那些千年遺址 我還記得 他跟我講過關 我印象好深刻 竟然這麼多年過去了 我們還是在做搶救考古 但至少 至少這次是我們 怎麼講 也不是 這次是福意中發現 就是我們的國家 文資法規定 你工程在進行的時候 你要派類似像 考古的監督人員 然後在 他是 他本來不是那個點的監督人 他是去聊天 吃飯時間 休息時間 去別的點聊天的時候 我抬頭一看 那好像有一些遺址的東西 所以才發現 我們漢本遺址 後來我們就發現 漢本 住在漢本遺址這些人 非常地神奇 在千年的過程中間 這個遺址 曾經遭到風水沖啟 但是後來的人又不容易 這是一個不斷吸引我們的祖先 回去居住的一個 非常有心理的地點 有一張老師 我曾經為他 開過協調會 他放了他所發現的那些東西給我看 是精彩到不得了 他說比十三行遺址 搞不好都更精彩 這樣的遺址 今天的遺址 今天背上說 反案書花改革這個施工時間 那汙泥 然後呢 我們交通部不斷的催 我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遺址的忘記 遺址的挖掘 全台灣 大概沒有人比劉宜昌老師 技術更好 更有經驗 如果他的速度 只能夠快到這個樣子 那不可能有人比他更快 除非 這個偷工減量 除非粗食爛狀 我要跟他報告 一個遺址 如果沒有好好的調查 如果倉促被破壞 那個就像什麼 我跟他講 遺址是我們的祖先 留在我們大地裡面的錄音帶 這個錄音帶 一旦遺址被破壞 順序被弄亂 那就像 錄音帶被消止一樣 就永遠不可能回來 是這麼嚴重的事情 今天我也知道 交通部很想趕快趕工 但他們應該好好的跟社會講 其他的地方 事實上 有工程延誤之處 不要 不敢說出真正工程延誤 工期延誤的真正原因 然後把這個罪 賴到漢本遺址的口上 我跟所有花齡的朋友 拜託一件事 所有趕工的工程 是不可能保證 安全回家的路 這些 這些 祖先留給我們的 留在土地裡面的錄音帶 他告訴我們 他們過去怎麼生活 他們對生死的看法 千年來就在這裡 人家默默的在土地裡面 我們為了工程 破壞了他 擾亂了他們 今天我們至少給他們一個起碼的尊重 在工程所在 橋墩要破壞 一破壞一去不復返 完全不可恢復的這個地方 讓 劉毅昌老師好好的做調查 讓我們這些先人 他們過去怎麼生活 他們對天地宇宙生死怎麼看到 他們想告訴我們這些事情 至少讓我們知道 不要隨意擾亂先人的安寧 如果不尊重 我認為不會平安 也不可能有一個好的施工 我們今天希望花蓮有一條 平安回家的路 我們共同期待 但是 工程遇到一致 就是要停下來 就是要好好的做調查 今天我們做的 其實只是搶救豪魂 這是全世界先進國家 最基本的工程嘗試 一點都沒有遠到 我們希望大家共同來體認這一點 那交通部呢 更應該認清這一點 不應該像當年西部 第一條高速公路 在挖掘的時候 施工的時候 破壞 沿線破壞無數的遺址 是外國的工程師 擋在怪手前面 是丟臉到家 外國人工程師 保護我們的遺址 叫我們的工人 叫我們的交通部 不可以降滑下去 今天請不要崇高御政 拜託大家 謝謝 我們謝謝田委員發言 那我們再請那個 就是徐青總統合長補充一下 就是關於目前那個 目前就是施工單位 就是給遺址的限期 跟欠缩的狀況 大家好 我想解釋一下 我們現在遇到的田 他現在是希望我們 不是我們 他希望新的考古團隊 可以在250天內 就把可以挖的趕快挖一挖 清乾淨 但是 這250天 他的基準是怎麼出來的 剛剛田委員也有提到 就是我們並沒有辦法 這樣子去限定一個 考古挖掘的時間 再來是 我們也希望 他可以指定成國定遺址 讓交通部可以跟文化部 共同的來商議這件事情 由國家的中央對中央來 來做討論 而不是讓現在那個宜蘭縣 來承受這樣子的壓力 承受來自花蓮 或來自中央的壓力 那這是我們的訴求之一 就可以指定為國定遺址 謝謝 謝謝 那我們再請文史 愛好久不見 跟大小姐 對文史 要進行先說 好 大家好 就是接續剛剛那個250天 就是我們其實覺得這250天是非常不合理 為什麼呢 就是說 你其實現在並不清楚說整個遺址的範圍 大到什麼程度 以及說他的那個地層 是不是每一個挖下去都是 都是有多深 這個其實沒有那麼肯定 那怎麼可以說 衛省先判的就先 在合約裡面載明了說 一定要在250天之內搶救完成呢 再來就是說 這250天 裡面他還包括了說 希望就是合約裡面還寫了說 就是希望可以趕 就是趕進度的加工 那這樣其實一個 一個除了說是可能會對現場的那個文化層 就是造成很大的破壞以外 就是說 當他限定要現場加工的時候 就是說 如果你挖到東西的話 就是趕快把它包起來 然後拿到室內研究 可是這個其實 我們知道就是說 那個現場的器物一定是要在現場 然後你看到器物的相對性 你才有可能說出一個完整的故事 那當他被提取出來 放到室內之後 其實那個現場的解讀的 那個可能性就會少掉很多 這是一個對於文化上面的破壞 第二個就是說 對於那一些進場來承包的單位 可能也不是那麼合理 要嘛他就是很乖的聽公路總局的進度 然後照公路總局的方式來做事 要如果不是這一種 那可能對他來講 那就是一個很不合理的合約 就如果他在挖掘的過程中 發現真的有更多的事實出土的時候 那麼這個250天的限制 是不是更好就是會造成了違約的可能 那這樣子以後會衍生更多的爭議 所以這個其實反過來也要說 就是開發單位其實 我覺得就是那個思維要與時俱進 就是如果他不把文化當作一回事 文化本來就是在開發過程裡面 必須要承擔的風險 他不把這個風險當一回事的話 其實衍生的爭議才真的會浪費了很多社會資源 以及有可能導致說最後 因為爭議所以會有一些拖延的時程 然後再把最後再把這個時程 怪給考古團隊或是文資的搶救團隊 真是非常不對的 那我們也在就是另外要強調就是說 當我們的開發單位還不具備 把文化當作是他工程裡面 必須要考量的重要因素之一的時候 其實就是文化不應該要出面的時候 就是我們其實有聽到 副昆琦縣長在說到底是活人重要還是死人骨頭重要 其實死人骨頭如果活人好好的詮釋 其實他就是活的資產 那其實比較單線反而是我們的文化部門 其實常常才像死人骨頭一樣 不講話不做事 就是我們不但要請他依法行政 其實還希望他要積極的依法 因為常常依法行政就會發現文化部就是會推給地方 那地方又會抵抗不了 就是所謂來自地方的壓力 那個明代的壓力地方勢力的壓力 所以其實文化地方文化局能做的事情 經常是非常退縮的 那必須這件事情必須要是文化部出面來跟交通部 在中央的層級來做一些協調 才有比較可能獲得一個比較妥善的組織 就是這個是我們要強調 就是文化部千萬不要像死人骨頭一樣 就是不講話不做事 然後讓真正其實可以活起來的死人骨頭 可以講話的死人骨頭 就這樣子就消失在歷史中 好這是我要說的 謝謝各位 那我再重新一次就表達一下我們的訴求 我們希望有關單位能夠出來 第一個就是讓它成為一個指定的遺址 再來就是我們希望交通單位能夠進行評估 看這些設施會不會跟這些遺址可以有不衝突的做法 或是盡可能的減少衝突 盡可能的保留遺址保護這些文化資源 但是不要影響交通 不要影響到就是地方對於交通的期待 這是有關單位應該要積極去處理的 好 那我們現在來喊一下口號 大家我念一句你們跟著念一句 然後如果有手的話 右手可以幫我舉起來 來第一句 尊重專業 尊重專業 挖好挖滿 挖好挖滿 尊重專業 尊重專業 挖好挖滿 挖好挖滿 尊貴漢本 尊貴漢本 加速指定 尊貴漢本 尊貴漢本 加速指定 射思可疑位 射思可疑位 漢本不能毀 射思可疑位 射思可疑位 尊貴漢本不能毀 搶救死人骨頭 搶救死人骨頭 好 謝謝 那請問各位自己的朋友 有沒有問題想要發問 那我們今天就這樣子到一個段落了 謝謝各位 大家可以來我們的粉絲專業按讚 我們叫做 好 我們下午兩點會前往那個 呃 要叫什麼 書號 書號就是 書號改工程處 就是進行會議的參與 因為今天是監督小葛會議 謝謝各位 我示範 謝謝 我也要是說 製造成片 我不是說製造 還是製造 天然